小生初出生高,必读必会必掌握古诗词252首 今天介绍第41首《幻西沙,宋苏氏》 游起水清泉寺,四林蓝溪,溪水溪流 山下蓝牙短沁溪,松间沙路,静无泥 潇潇沐雨,自归提 随到人生无在哨,门前流水尚能熄 修江白发,唱黄姬 一文 我在汽水的清泉寺游玩 寺庙坐落在蓝溪的旁边 溪水向溪流淌着 山脚下出生的蓝草幼芽浸在溪水中 松林间的沙路被雨水冲得一尘不染 夕阳西下,暮色沉沉 伴随着潇潇细雨而来的 是杜鹃的声声提叫 谁说人生就不能再回到少年时代呢 门前的溪水还能向西边流淌 还是不要因为年华逝去老之将至而悲叹吧 下面从内容炼字 学的手法 情感主旨四个方面进行鉴赏 一内容 本词是诗人在原封五年 即1082年 因乌台实案被贬至黄州期间所作 词中描绘了牧春时节 诗人在清泉寺所见到的自然风光 以及由此引发的对人生哲理的深刻思考 上阙主要写景 通过细腻的笔触 展现了清泉寺周边的美丽景色 诗人所选择的小溪产产 蓝牙进水 这两个景象都充满了生机与活力 杀戮异常洁净 细语连绵不绝 杜鹃声声提叫 都营造出一种倾心而略带哀愁的氛围 下却抒发议论 表达了诗人对人生哲理的深刻思考 他以门前的溪水 尚能向溪流淌为例 反问 人生为何不能重回青春时代 这种充满浪漫主义情怀的 乐观向上的精神 正是诗人深处逆境 却能具有不屈不挠 自强不息 奋斗不止的精神世界的真实写照 二 练字 从三点进行鉴赏 一 本词 善于使用能够体现生命力 和青春活力的字词 例如在山下蓝牙短浸漆中的 近这个字 生动形象地描绘了蓝牙在溪水的宽松环境中的自然舒展的生长状态 充满了生命力和青春活力 二 本词 善于使用具有隐含意义的字词 例如在松坚杀戮 静无泥中的静无泥这三个字 一方面简洁有力地表现了杀戮的洁净与清心 另一方面也暗于了世人内心的纯净与超脱 三 本词善于使用体现听觉效果的字词 在潇潇目语子规题中的潇潇目语与子规题 通过对声音的描绘 使读者已然能够感知到潇潇的风声与声和杜鹃不停的鸣提声 极大的增强了画面的动态感与真实感 令读者似有身临其境之感 三 写作手法 从三点进行鉴赏 一 本词运用了白描的写作手法 本词运用白描手法 毫无修饰 直接以自然景物入词 展现了清泉寺周边环境的清新与美丽 这种写作手法使得词作更加质朴自然 易于引发读者的情感共鸣 二 本词运用了取景觊觎的写作手法 本词的下去 通过门前的吸水上门 吸流这一自然现象 巧妙地比喻了 人生也能保有青春的可能性与希望 使得议论部分更加生动有力 三 本词运用了情感与哲理相结合的写作手法 本词中既有对自然美景的热爱之情 又有对人生哲理的深刻思考 一情一礼相互交融 交相辉映 使得词作一方面在情感上更加饱满丰富 另一方面在哲理上更加深刻透彻 四 情感主旨 本词通过对清泉寺周边自然景色的描绘 以及对人生哲理的深刻思考 在表达了诗人豁达乐观的出世态度 和对未来的美好憧憬的同时 还表达了诗人在逆境中 依然能够保持乐观向上 自强不息 奋斗不止的精神风貌 给人以深刻的启迪和鼓舞 再见